天洋高高掛起 整座城市宛如巨大烤箱 走出戶外的勇士 要給大家一個鐘鼓 如果你們不建造 如果你們建造火氣 就留在街上走開 美國國家海洋季大氣總署預測 接下來一週紐約都會熱到爆 最高溫甚至會來到攝氏38度 民眾決定躲在家吹冷氣 但在德州休士頓 躲在家 完全不是明智之舉 熱帶風暴貝羅橫掃美國南部 八號造成德州超過三百萬戶停電好幾天 休士對民眾在酷熱下無電可用 每一秒都是煎熬 眾多國家科維特也在這場酷熱比賽中火影而出 十一號氣溫飆到攝氏五十一度 許多店家和餐廳搬出大風扇 搭配水氣噴霧幫忙降溫 而在歐洲各地可怕的高溫也成為全民公敵 意大利衛生部十一號為許多城市 發布連續十天的高溫預警 其中薩丁尼亞島更會來到攝氏43度 同樣在歐洲的北馬其頓 氣溫也來到攝氏40度 民眾想辦法躲過太陽 成為一種極限運動 全球各國飽受高溫所苦 熱浪一波比一波極端 讓全人類都嚇得不輕 金星文王家正 謝宏盈報導 立刻下載金星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